2022年,电视剧市场依然火热,一大批新剧正在开拍的路上,来看看有哪些最新资讯。 第一部三个字,现实题材电影,剧情比较大胆,讲述了大光哥缺乏勇气而没有说出口的爱情。 珍惜当下,怀抱对生活美好的信仰的故事,剧传由一阳千玺和李宪主演。 千玺这几年真的是大爆发,首部主演的电影《少年的你》就爆了,接连上线的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《长津湖》也都爆了,已经是电影大咖了,权力无限,而李宪是当红小生,似乎也将重心放在电影上,合作很上头。 第二部《长空之王》是一部航空军事题材电影,讲述王牌飞行员雷达为首的特别行动小组林威寿命,完成国家故事的励志故事。 剧传由王一博和周冬雨主演,这种题材比较稀缺,很有看点。 不过王一博是人气顶流,凭借陈琴令后走红后,演过几部作品都有不少质疑声,这是他首次挑战大赢品。 很有难度,好在有大满观影后周冬雨在,还是很有机会的。 第三部《野蛮生长》,由赵丽颖,欧豪和李光杰主演的年代创业剧,讲述白手起家的女主角许伴下,凭借其独到的眼光和果敢的个性,在钢铁行业披荆斩棘,闯出一片天地的励志故事。 赵丽颖的演技无庸置疑,演过很多经典好剧,这几年开始转型演证据,搭档的演员都是演技派,找的团队也都很有实力,很受期待的证据。 此前,已经有不少的路透照流出,带入感爆棚,有望成为经典大作。 第四部《仙剑奇侠传4》,仙剑系列是最大的仙侠2P,虎哥成就了这系列经典,有无虎哥不仙剑,虎哥是不可能再出演了,这次开拍剧传由新人陈卓元挑大梁,古装造型还不错,就是不知道演技如何,而女主让所有人惊讶。 被爆是有四千年美女之称的拘禁一主演,颜值是没有问题的,但拘禁一能否驾驭主,还有待考验,之前演仙剑的刘依飞,杨幂,唐燕,刘诗诗都成就了经典女主,拘禁一能否再创奇迹呢,拭目以待。 第五部《我要逆风趣》,由龚俊、钟楚希和吴轩宜主演的创业剧,讲述了一个民族品牌在电商经济冲击下复兴的故事,龚俊凭借山河令走红后,资源是真的好,与乔欣合作《沉睡花园》,与迪丽热巴合作《安乐传》,现在又与钟楚希吴轩宜合作,发展势头很好。 第六部《苍穹之北》,是一部航空题材剧,剧传由杨子和张艺兴主演,作为童星,杨子一路走来成为90后收拾女王很不容易,爆红后资源好了很多,如今离开欢瑞,挑剧更有选择权了。 搭档的张艺兴在圈内口碑很好,演技也不错,而且与杨子交情很好,还曾传过绯闻, 要是两人合作的话,估计收视要报了,对于这六部剧,你期待哪一部呢?